在北京 因为对我来说实际上我也只是说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在北京曾经待过六年 然后在福建现在是第四个年头 那么实际上我今天演讲主题呢 是这个携手社区共产展 讲我们和QQ2DX社区的故事 那么我们实际上使用这个QQ2DX 也开放了很多款产品 那么现在在我们这块的话呢 目前主要是使用这个文化脚本 跟那个QQ2D进行开发 那么我们现在上次 我下面有三个BIM Studio 然后每个Studio的开发速度 大约一个游戏平均是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保持 每个月能推出一个新游戏 那这款的话 所有的游戏都是网络游戏 那这款上是这个开发速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那么首先也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是毕业于北航 然后北航模式毕业 那么现在是在这个网络旗下的 这个网络无线 担任这个产品组件 那么我负责在网络里面 我是负责组件的几个移动平台的这个研发团队 那么现在呢 是负责一系列产品 那么比较重要一个是912网络出产品 另外一款呢 是一系列的自研的手机游戏的开发和运营工作 那么说到这个网络无线 大家可能都比较陌生 那么但是说到这个912 大家相对来讲应该会很熟悉了 那么因为912这款 目前在国内有7000万用户 在使用912系列的产品 覆盖了国内70%的iPhone用户 50%以上的安卓用户 那么这个平台 每个月带来10亿次的这个页面访问数 5亿次的下降量 那么这个数量是十分十分可观的 但我相信各大开发者 各同学也是跟这边也是把自己应用提交到各个渠道上 看了这个跟应用相比的数量来讲 大家是很清楚 那么在整个博眼无线内部呢 也分成三大产品线 一个呢是叫 一块是智能手机的这个门户业务 另外一块呢是 就是这个门户呢主要包括几块 一块是911手机娱乐门户这块 那么这块的话呢 它现在是国内最大的这个智能手机的门户网站 那第二块是安卓网 安卓网呢又分成两块 一块是安卓门户网站 另外一块呢是安卓论坛 安卓论坛应该是国内最大的安卓这个论坛之一 那么另外一块呢 也是这个移动应用分发的网络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 主要大家很熟悉的就要手机助手 包括它的PC版本 它手机版本 另外一块呢 还有一个在安卓这块呢 是一个安卓市场 在这两年来讲 可能一个PC端 是我们原来的开始 那么现在来讲 在手机端的下载 已经远远超过PC端的下载 那么一个是这个手机 只要是助手的手机版本 另外一块是安卓版本 这两块呢 就十分十分的 下载十分的可观 然后第三块的业务呢 是这个我们自研的手机客户端业务 那么手机客户端业务呢 一块呢也包括比如说像我自己负责的九一熊猫看书产品 熊猫影音产品 熊猫桌面产品 另外一块呢 也有一系列的 这个手机游户的产品业务 然后这块呢 我们也开发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手机游戏 那实际上我对我个人而言 做游戏这个业务 虽然网红的它主业是游戏业务 但我自己实际上还是 算是一个游戏的这个新兵 到我两年前从接手做开发第一个产品 只要农场的时候 那时候我平时几乎连游戏都不玩 从来没有玩过游戏 看来这个图影很远利 那我们先从前面我讲了一系列的东西 重新再过一个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 另外是这个911这个平台 这个文娱介绍 文娱无线总共分成三块 那么这也是我们主要三块 当然在这里面中间这条线上 就是说分发网络这块 实际上是我们 我在DVD里面要列出来 就是一个911动开放平台 那么这块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这边一个 就是跟开发者相互沟通的 一个十分十分重要的平台 那么这块平台也是说 把你们作品提交到我们平台 我们跟我们一起共赢 达到大家的一个整体的 就是真正能共创这个移动布料网的新价值 那么大家也很清楚能看到 对手机游戏开发来讲 那么很明显会遇到这些问题 一个是说平台非常非常多 另外一个每个平台的升级速度也是挺快 那么大家应该很清楚 从iOS3.0升级到4.0 这升级到5.0 每年都剩几个版本 那么每年屏幕分辨率都会大一倍 那另外一个从安卓这块也是一样 一个大家可能几年前 我刚刚创建这个安卓团队的时候 那时候只是说这个QBGA或者说那个HQBGA 现在基本上HQBGA的机器就没有了 绝大部分都是说是WBGA的机器 那么这个又说明了设备发展非常非常快 第二个也是说平台升级非常非常快 新功能不断引线 那么我们在如果做一个相对小的款队 或者说对我一个相对资源不是很充分的研发团队来讲 如果它一直不断的去更新Pollup这些 这个就是平台或超级有升级的话 必须是比较通俗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块对游戏来讲 必须是怎么样才能最快的实现跨平台 这是根本 这是真的是根本 那么所以说那么但是各个平台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iOS这款它开发主要的元首就是C 那么在安卓这一块呢 相对很多时候都是在使用加的 那在Windows 4这一块呢 又是用C-Sharp 急着过程统一 虽然我们现在用C-Sharp是很臭巧的 将C-Sharp加作为一个中间语言 或者说作为一个跨平台语言 但是呢在C-Sharp这一块 是没有没有办法 始终没有办法跨过这个门槛 那这一块呢 这些就是一直很逗动的地方 另外一块呢也是一个其他问题 一个是招人很困难 大家应该很清楚 对你们每个同学的QBD 我相信最后面都会有一句啊 欢迎加入我们工作室 欢迎加入我们公司 欢迎把节力投给我 这是很重要 那么所以说一个呢是对于 我相信现在最近几个难招的地方 一个是C-Sharp加的高级程序员 这个非常难招的同学 另外一个呢是AS3的脚本程序 AS3脚本程序员 因为现在也有非常非常 所以说基本上是招不到 我招十个能来一个已经不错了 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开发效率的问题 开发效率的话呢 一个是重复开发 如果你跨平台有多个平台的team去做 比如安卓跟IOS 没有统一的话 那这块实在是非常大的困难 一个是开发进度不统一 第二呢也是说它的整体的能不能形成一个就是统一的体验 真的很难控制 非常难控制 那么这块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一块呢也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说应用更新很困难 应用更新现在几个大的渠道 然后Google Play 然后Market Place Market Place 现在就是 温凤期的Market Place 这块 审核没有经过一周 是很难审核过去的 那第一就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第三方呢 各大的Market 特别是像911也好 这个其他的微风气风 像这样的论坛 像木蚂蚁 华为智慧云 就是各大渠道 分发上是一个也是很头痛的事情 那么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做的第一款游戏 那这款是我做的第一款游戏 那么这款游戏 我们当初用了很多团队 那么每个平台上用了两个人 iOS两个人 安卓两个人 WNCE两个人 然后呢 Siteban两个人 当然 WNCE在我们在里面 写代码的时候 而我们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有经验 用了很多年的同学来做的 那比如像WNCE 跟Wordemobile这一块 已经使用了完整的一套代码 可能在发布的时候才控制 而Siteban Siteban 它用52D是发布成一 但是呢 它滴滴滴碰到很多的困难 也就是说这个到我们很纠结的地方 就是开发镜头不统一 整个用户的体验不统一 那么在我们在开发第三款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在做技术学习 到底是用哪一款这个开发框架 或者哪一个什么东西会更好 那么当然我们HDA文化 大家应该都觉得可能是趋势 但趋势并不代表我们是产品化 和商业化的最多的目标 因为我看到最近发布的这个 黎明帝国也是一样 它在那个安卓上 实际上也是用了一个外包的一个核 就安卓的外包的一个核 去做自己 因为它认为一商 不是所有设备的就是速度跟性能 还有其他地方能达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没有选择 HDA文化去做的事情 那另外方面方面来讲 HDA文化反正是比较适合于 前端的就是页面这一颗程序员来做 那么我们同学更多的员来 从CDR这颗转型 所以说它不是那么适应我们 然后当然第二个是Unity Unity的话呢 我觉得DG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虽然它有一点点来四十倍 这个费用运辰很高 但是呢 DG它更适合于很开发3D 而我们的原来target 是说开发2D 2D游戏 所以说呢 我们也没有选择这个 那么当然 我最近看到这个Air 就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 但Air呢 还是在给它一点点时间 等它成熟了 我觉得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第二个 这是我们第三款游戏 是布洛杉山这一款 布洛杉山这一款 那布洛杉山这一款呢 就是尝试性的 使用通过AudioX去做开发 那在中间里面呢 我们实际上也结合了一部分的 是一家加入的脚本预约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也是说 能借这机会 你看一看 能不能用脚本 做大一统的平台研发 这是我们一直所期望的 那么当然 那这一款 在这个产品里面 我们发现脚本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真的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那么另外一块呢 也就是说 COCO2D我们也是觉得 真的 真的还在 虽然在上面 碰了很多的困难 整了很多的弯路 特别在安卓移植 或者其他地方 有些问题 那么这块呢 我们的的确 已经克服掉了 那么所以说 从这块开始 我们就想行 想行 对我们的这个 使用COCO2DX去做 那么这块对我们来讲 有几个地方 比较好的地方 一块是代码上次元来说 是开放的 我们可以在上面 进行一定的修改 实际上 我们作为一个 上市的游戏公司来讲 它内部实际上是 引擎是十分十分多 而且呢 我们也有扩定到 这个移动设备上的 这个C3引擎 可能S3 还有以前 从Unreal买过来的 Unreal 3D引擎 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我们到最后呢 实际上可能有些 因为其他原因 所以说还是决定 选用一款代码 开放的这个引擎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用于验证的 产品的角度 这个我相信大家 很认识 因为它的Bug修改 非常快 而且呢 根据社区来 feedback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来讲 使用一个稳定的 能自修复的一个引擎 但是最好 如果从一些 其他的研发部门去做 他们可能 产品跟研发 实际上的一个分量 非常远 所以说这个是很难 把这件事情 做得非常非常完美 另外一块呢 就是说也是Bug修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对我们程序 对我们程序 来讲 能够提交我们的 一个改进方案 或者说一个修正方案 是他们的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成就感 这点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 十分认同 除了我们从 那一开始选行 到最后我们选择 Coco.x 作为这个 我们的特务端引起 那么我们 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相对来讲 那么一个是说 我们使用了 Lua 作为中间语言 为什么我们选择 Lua 或选择Python 或加速 或其他脚本 也是有一定故事 因为我们首先 我们公司的服务器端 有大量的任务 就是有大量的Lua 程序 那么这一块呢 可能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可能 用公司资料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使用Lua 但另外一块呢 也是可能说 分了香料 他们也是使用了 Lua脚本 我们觉得这个语言 还可以试一试 尽管我们这些DTG 是没有试过Lua 或其他编程的脚本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提交了 也已经合并进去了 那么开发出来的效果来讲 第一 一个是说 主观的这个测算 主观测算 并没有客观的 客观测算 就开发效率 提升了30%到50% 我们的一个部落 开发大约 开发了四个月 我们那个亨发三国 只开发两个月 就全部完成 那当然这是一个 相对的比较 并不是绝对的比较 那么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是降低了 研发人员的入门门槛 这是很重要 我们从招了一批实义生 给他们交了两周 他们就可以写脚本 可以写代码 我们招了一批 很初级的相对来说 初级的证据员 给他们交了很续一段时间 他们就可以很快地上升 那对我们来说 是很好的方法 如果用这些证据员来想 我相信大家 对内存泄露也好 对任何方面 实际上是 虽然是可以解决 或者说但是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容易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 任何的内存解决方法 去检测 但是呢 到了最后回过头来 还是觉得 还是玩耀不老 去做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最近 开发的两款新游戏 一款是藏国天下 那么在跟 在App Store上 是跟浩泽他们一块 代理发行 那么改名为藏国 另外一款是亨哈山国 亨哈山国 很快就会上App Store 那么我们在这边 我对这个CocoADX 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第一个呢就是说 刚才我一位同学也在 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减少资源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里面 把这个底层 稍微改进了一下 把那个EX资源全部跑 跑出掉了 不要了 那么我们的底层 如果判断 有EX资源 无EX资源 没有EX资源 自动从2X资源里面 直接自动收藏出来 这是一个还可以的 有一点点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NinePix 的一个 这个资源的 NinePix的话 大家如果做个安卓 开发的话 应该很清楚 里面这是一张安卓的图 就是一张 偏低图片 它可以实现 一个九宫格的方式 它可以实现 我中间是 画成九个格子 中间四格 就是上面这条黑线 我们的眼睛 金光片 没关系 就是上面这条黑线的部分 跟 左边的这个黑线公司资源 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使用Lua 但另外一方面 也是可能说 更能商量 他们也是使用了Lua脚本 我们觉得这个演员 还可以试一试 尽管我们这些DTG人 是没有试过Lua 或者其他编程的脚本 那么 这一块呢 我们已经提交 已经合并进去了 那么 在我们最后的开发 突然效果来讲 第一 一个是说 主观的这个测算 主观测算 并没有客观测算 就开发效率 提升了30%到20% 我们的一个部落 开发大约 开发了四个月 我们那个亨哈三国 只开发两个月 就全部完成 那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比较 并不是有绝对的比较 那么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是降低了研发人员的 入门门槛 这是很重要 我们从招了一批实义生 给他们交了两周 他们就可以写脚本 可以写代码 我们招了一批 很初级的 相对来说 初级的证据员 给他们交了 培训一段时间 他们就可以 很快的就上升 那对我们来说 是很好的方法 如果用这一家来想 我相信大家 对内存泄露也好 对任何方面 实际上是 虽然是可以解决 或者说 但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我们可以用 任何的内存解决方法 去检测 但是呢 到了最后 回过头来 还是觉得 还是挖咬不牢 去做一件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 最近开发的 两款新游戏 一款是藏国陛下 那么在 跟 在App Store上 是跟 浩泽他们一块 代理发行 那么改名为藏国 另外是 哼哈三国 哼哈三国 很快就会上App Store 那么我们在这边 我对这个CocoADX 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刚才我一位同学 也在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减少资源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里面 把这个底层 稍微改进了一下 把那个EX 资源全部跑 跑出掉了 不要了 那么我们的底层 如果判断 有EX 没有EX 自动从2X 资源里面 直接 自动缩上出来 这是一个 还可以的 有一点点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是一个 NinePix 资源的 支持 NinePix 大家如果做个安卓 开发的话 应该很清楚 里面这是一张 安卓的图 就是一张 偏低图片 它可以实现一个 九宫格的方式 它可以实现 我中间是 画成九个格子 中间四格 就是上面这条黑线 我看到你的 金光片 没关系 就是上面这条黑线的部分 跟这个 左边的这个黑线部分 是能实现自动发生 以适应不同的屏幕分辨率 大家看到这个 右上角那个角上 是一个小屏幕 这个小屏幕 我可以适应任何屏幕 也就是这是一个 在2D上 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 九宫格的一个 拼图的模型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增加了这个 动画播放 动画播放功能 刚才可能 我在微博上 也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 切片也好 还有动画播放器也好 像这种东西 是在如果 有同学做过 接触密的 这个扭气的话 是很清楚 因为这块是 接触密 最看重的一个 魔怪 那么因为这块的话呢 它一个是 有几个地方 一个是切片 把这个动作 变成很小的片 然后可以任意旋转 还有可能任意的移动 行动很多的动作 你大大减少 整个 整个 整个资源的尺寸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在我们这边呢 也是说要 支持 多分辨率 多分辨率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1x资源 没有 2x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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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到另外一场景 前面的场景 甚至并没有释放 而且这个释放 能不能知道 都是以抗语音技术 但是呢 没有更好方法 也有通过代码 或其他方法可以去检查 我们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开关 这开关呢 也就是把所有的内存里面的文理 全部呈现出来 上面有标上了语音技术 1 2 3 4 5 6 7 8这样子 如果标是0 那这个很好 这个已经释放了 我们通过这样的简单方法 可以去检查 而且通过这样的方法 也是让更多的QA部门 去直接去检查我们的代码 有没有内存泄漏的问题 而不是通过其他方法去 比如像程序员去检查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整体 这个程序同学的这个代价 那么第一次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多分辨率的问题 那么大家应该很清楚 如果开发安卓的话 上最头痛的地方 就是一个适配 适配 然后开发移动社会的 最大问题还是适配 那么适配问题呢 有几个地方 一 你设备买的够多不够多 这个的DH 大家可能说 有些人有买 像安卓商戏有 有HVGA 有QVGA 有RFVGA 然后到上面 现在有1024 768 118年乘 768 乘800 这种各种分辨率 那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它 那首先 我们 以前我们都是说 买了很多设备 你一个去安卓去用 这个DH 就很非常多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个 多分辨率 这个模拟器 然后呢 在上面简单切换一下 把所有的分辨率全部 自动 这个显示出来 那么 让QA各个去查 就是在PC上 就直接把 先把试配的东西 检查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放到程序上 要测一两块手机 检查它分配问题也好 检查它内存线漏也好 检查它Bug问题也好 这才是我们真正 这发挥 提高我们的效率的地方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 也做了大量的通剧集 那么一块呢 是因为我们 跟这个 博弈这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 从来不做单机游戏 只做网络协议 那所以说呢 我们 在这个对 你网络通剧协议这块 我们是 一直是 以前是个头痛的 是连条 大约30%的时间 发在连条上面 为什么连条呢 是因为我们两边在对设议 我对一个 你对一个 然后门打又是在 Word或者说 在一个Cell里面 这是我们的头痛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干脆 做了一个 协议生成器 只要 只要把所有协议填进去 两头服务端跟客户端 全部自动生成代码 然后生成个DL 直接进去就完了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 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 是我们一个 动画编辑器器的事情 动画编辑器呢 是用于生成 这个2D的动画 那么这个是刚才 我们所说的 这个切片功能 当然 这一块呢是包括 一个我们的一个动画里面上 包括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动作 包括比如说 像这个可能有 站着 打 跑步 各方面都在一块 那么这样的话呢 第一可以立立确定 接受我们的图片数量 第二呢 也是说 也是说让我们 播放动画画更加流畅 因为我们在亨发商园 使用了大量的2D的动画去做 那么2D动画实际上是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呢 唯一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用PND 一系列动画去做 那样的话 在这中间 实际上造成很多的东西 当然我们 现在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在生成一张 对动态技术的 这个支持播放器 那那个事情呢 我们希望到时候 也可以直接买仓在 这个我们的底层里面去 那么这是我们的工具体二 工具体二的话呢 我们这块也是在做一个IDE 那么这个IDE 第一我们做了一个 LUAR的交分子 代码编辑器 因为我们觉得市面上 可能还是有一些 我用过非常多的LUAR编辑器 但是第一次 那么多地人我们买 一个是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这块没有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说 语法高 自动高量 跟自动完全没有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统统做了一下 那么第三个东西 也是做了一个 调板液美编辑器 那这块呢 跟COCO BUILDER 非常非常相近 所以说我呢 跟我们同事说 这个既然COCO 2.X 做这么好 我们把我们的工具 直接删掉刷 用它们的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还有一些 做一些自主研发的东西 那么这块呢 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说 罗网和COCO 2.0 也就是说 什么COCO 2.0的这个 Key 然后使用我们的脚本 真正能拨替到 Windows Phone 7上去 只要让我们实现一套脚本 真正在所有平台上 可以直接转起来 这是我们现在的作为工作 那么最近我们也 把上国天下 跟上国也 已经提交到 这个Marketplace上去 希望能通过什么 然后这块的话呢 在这块我们最头痛的地方 并不是说 并非是说 我们的开发难度 而是让我们最头痛的 使用后期的 这个平台的优化性 因为DTX 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优秀的语言 但是它的性能损号 是如果没有很资深程序 我觉得是很难看出来 特别是像Inbox 和Outbox一样 这块是非常非常难看出来 所以说在这块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做这个性能的损号 那么我们是要 现在也还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Lua和COCO 2.0 X 和听到Flash上去 那么这块的话 实现整个业佣 整个互通 整个大统一 这是我们现在 一直想在做的事情 而DTX 这个那个呢 可能还是需要 有待时日了 因为我们虽然找到 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DTX 招人很困难 特别S教官程序 现在是非常非常难招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块 对我们来讲 那么这正能把 整个合作报的社区 这个拼起来 让我们大家能把 一个呢 我们从社区 所取拿了一些东西 那么第二呢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我们的这个一些东西 飞带给社区 形成大家真正互动的东西 那么而且呢 我希望呢 最后以后 我越来越简化 我们的程序开发 让大家 并不是说把问题 停留在程序上 就是说大家应该是 应该做产品 应该做游戏 应该对人性的分析 而并不是说 大家今天觉得 哦我们今天 做到这个干嘛呢 是解决某一个 波点的问题 解决某一个困难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才是 我们真正对这个社区好 真正让这个社区 红火起来 真正让大家能做到 双赢和多赢的目标 所以说这才是 我们真正的目标 所以我们也从 这个方面来讲 我们也非常希望 能大家能加入了 酒药的开放平台 希望能真正 跟大家一起 我们实行 共赢跟多赢 那么我的演讲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继续进入到 观众提问环节 您好 刚才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内存的问题 当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内存解决工具 有一个可以参考 技术器和内存释放的 就是这个内存的理器 你能大概说一下思路吗 这个没关系 回到我坚信给坚信的 客户地里面就好 大陆他玩的 发布局出来就好 那更好 谢谢 好 有没有哪位观众 好 好 好 你好 你以为 有路亚引擎的话 如果是它因为它是放在自然间里的 我们的游戏怎么去做那个加密或者是那种房子破解的工作呢 实际上是说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加密 因为它是个脚本源 所以说相对来说加密还是需要去做这事情 但如果你加密上法实际上是这种对中上法还是蛮多的 而且像这种现在设备CPU读过的话加密解密 因为它仅在脚本加加载的时候才使用这种加密或解密商法 这个商品可以随便选一种商法 有AS3还有DS还有各种方面的商法都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反正看你有需求了 这个东西也不会有 我想不会成为你最大的平静的 不会成为你最大的平静 因为我们也在做这个东西 对 但是我们现在就处理到这个加密的问题上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资源文件嘛 而且说现在的比如说iPhone啊 安卓手机的安全性不是很高 你愿意的可以把包里任何东西都解密出来看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安全性考虑的一个比较好 首先我就个人觉得呢 首先还是第一是先把产品做好 我觉得背部的人看这个不是核心了 如果产品做得好你就让被人看 你一个大大方捐献出来说 我代码公开的用什么怎么样子 这个说实在我们不是说那个怕别被废 很远的卡不是怕 比如说有些用户他利用使用你的游戏一些漏洞去 那个一些热情的用户吧 像刚才说的热情用户 还使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获取游戏一些资源 这个实际上没有关系 我相信你也知道 实际上最大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大家傻很清楚 实际上最大问题就在于充滞这个环境 对不对 充滞不要让大家有漏洞可循 这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是 这也是我们 第一句说是我们为什么做网友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一定觉得做单机版游戏 破解不破解 而且伤我到我个人不担心 因为原来我很多公交人员出生的 所以我并不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还是一样 你最好是尽可能做不断议证 这是这个必须的 对对对我们也是不断议证 对不断议证之后呢 实际上是你在那里的一些数据破解吧 这个东西有很多方法 做游戏实际上有很多方法 你想办法让它黏在你的游戏里就好了 你打不了就当像普遇一样 我免费金币 但是我当一个广告平台又不习惯了 就在这台主任 我觉得在观众提问的时候 也可以说说你是在什么公司 然后在做什么 然后会下午的话 可能会方便跟其他一些观众的交流 然后还有问题吗 我觉得你还挺多 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今天上午 给站在最高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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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做 或者你那个动画编辑会不会 可以上台开演出来给我们用 这样会对问题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我回头考虑一下 好吗 因为的确 我们跟开源社区 我相信这是大家一直是在说 其实这个很好 什么是商业的用途 什么是应该开源的商业 对我们来讲 商业也是一个平衡的考虑 但是这一块呢 我觉得 我回头 首先我回去先确认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是有多大的需要 就是多大真的有必要去开放 第二点 什么时候 我非去找一些 有节套命运的 或任何这个 因为这一块 我们也 最少我们公司也有 在做节套命运的手游 我相信很多 节套命运的手游 公司差不多这一块 相对来说 都是有做 或者说 肯定是有 因为这段 本身就是 差不多就开源了 因为一旁边已经 出来是这个结果 所以说我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需要 关系的东西 这有没有关系 当然我觉得 我们今天既然做到这个 能参加这个开源的会 我觉得还是很清楚 开源并不是最坏的打算 但是我觉得 真正能给 帆了我们整个 民众互联网社区 帆了我们整个 我们所有的 研发同学的 给大家带来好处的地方 我们就一定会去做 好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建峰 那我们今天上网的 技术系列演讲 就到此结束